学习一技之长 不但可以增加专业 也增加了萌生的能力 为了协助身心障碍朋友就业 先辅社会及劳动处 委托旧国坛南投中心 办理烘焙课程 教导他们烘焙面包 蛋糕以及各式的甜点 经过四个月的密集训练 终于结业 学员也展现了丰盛的学习成果 学员们动作都相当熟练 将学习的成果一一展现 为期四个月的烘焙课程 终于结业 学员们除了感谢老师的耐心指导 也期待未来能找到相关的工作 我这次有学到奶酥面包 还有红豆吐司 还有那个慕斯 跟那个菲律宾面包 还有罗颂 然后我非常感谢这四个月来 有罗老师和图助教 以及所有同学的教导跟陪伴 然后让我有所改变 还有成长学习 那个老师说我做面包表现都很好 那将来老师要推荐我去那个 就是菲律宾面包店工作 他们这班从七月到现在 已经是四个月了 他们学到蛮多东西的 只是说他们学习很慢 就是要一而再再而三 就慢慢地重复地教他们 然后他们包括剩材料 包括做 有时候都还会错了 但是还是要很有耐心地教导他们 那我们今天的成果 我们就表现出很多的产品 虽然是他们都是协助帮忙 还有老师也协助他们做 所以他们今天要结训了 我也很希望说 他们都能够去找到工作 南投县政府为了帮助身心障碍朋友就业 不仅委托救国团办理职业训练 将来在各个活动场合当中 也会安排摊位 提供身心障碍者从事义卖 也欢迎相关业者能够到现场职业媒合 让身心障碍的朋友们能够安心就业 那今天这个课程我们总共有18周 将近4个月 那里面有学科 数科 还有一些就业的实习 还有就业的准备 所以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产品 这些面包蛋糕 还有什么慕斯蛋糕 都是市面上一般民众 还有家庭很喜爱的甜点 所以可以在这个地方鼓励 各位好朋友们 可以把你们这个产品 之后可以有一个机会 到各个点去做行销 那需要我们社会及劳动处 还有救国团协助的部分呢 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提出一些申请来协助 一步一脚印 虽然身心障碍者学习的速度比较慢 但细心的程度确实不输正常人 也相当的努力 幸福期待业者能够给这些学员们多一些机会 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打拼未来的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